桑桑绝不应收拿起 宁缺 你破镜的酸辣面片他也是桑桑的 你的本命物 你的本命物是桑桑 他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他 你可别忘了 你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宁缺正带着墨山山弹琴风月 打响前面竟突然出现一粉袍僧人 此人竟是天秦宗烂科寺长老的得意门生 只因久闻十三先生风采 故意在此处拦截 除去奉上明年烂科寺鱼拦截的情节外 还有一事相邀 我想请君一战 宁缺心中一正 关海师兄本就是烂科大德 怎又在乎这身外虚名 却看关海满脸真诚 素闻书院乃天下武学之正宗 彼人对书院诸贤早已心向枉之 看这僧人如此诚恳 想来此战已是必无可避 倘若不敢应战 必将到心受阻 他日又怎敢在面对下吼 可以想到那日和零零战斗爆发的冲天魔旗 又心生担忧 倘若自己入魔一事公之于众 在这方天地将再无法立足 心中正是烦躁 陈思坚望向着结冰湖水 忽觉眼中一亮 不战 不屈 或是大道 宁缺再次回到关海身边 此时的他不再像方才那般退缩 而是主动带着关海来到浩天到南门 这是书院十三先生真正意义上的入室第一站 这等写入史书的大事 自是要选择自己的主场 就连墨山山都感到一丝疑惑 本以为宁缺此战必败 可似乎又绝有不同 如果必败 他又怎会选南门做战场 但见两人立于这大殿正中 只听宁缺率先开口说道 我与关海师兄无怨也无仇 今日不过切磋领教 我便无刀无剑亦无福 只需一招定胜 这关海听闻已觉惭愧 先生上善若水 是小僧起了称念 既如此 依先生所言 请出招吧 我若先出手 你便没有了出手的机会 我有天情手印 有天情戒护神 失散先生得罪了 宁缺算是输了口气 转身背对 关海见状只觉着宁缺好生狂妄 单手结印 一道金光符文乍现 殊不知宁缺此刻 正是在压抑自己那心中的魔器 可那魔性似是对这战斗极其渴望 不断冲击宁缺的身躯 似是要将其直接撕碎 就此时 这关海僧左手定佛心 右手明王怒 一道至纯至今的佛宗秘法 朝着宁缺身后拍去 哪想宁缺不闪不闭 竟用身躯硬扛这一技 猛然间一抹烟红喷出 关海僧心中一惊 十三先生 你为何不出手 就看宁缺嘴角微微一笑 那魔器已是消散不见 见其转过身来 我若出手 你必死 关海僧文言一正 十三先生身处险境依旧泰然自若 这是何等定力 何等胸怀 关海自愧不如 关海认输了 此时宁缺心中不知有多欢喜 本以为自己今天必丧命 这烂科四的大德果真不是虚名 弃尘念 生悲悯 师兄没有输 宁缺也没有赢 此番言语由四刷新这僧人的认知 当下只觉眼前清明 赶忙告别宁缺 回那烂科四参禅悟喜 带宁缺回到家中 本想赶紧来一碗酸辣面片汤 可哪知四处都寻不到桑桑身影 殊不知桑桑因不愿夹杂在宁缺和墨山山之间 早已在前一日便已是离家出走 没有桑桑照料的宁缺 刺那生活不能自理的孩童 当下心生怨言来到那后山 暗骂这小黑丫头脑子里不知妆的什么 我是挺喜欢山山姑娘的 可人山山姑娘确实长得挺漂亮 起码比你好看 你小黑丫头懂什么呀 我也没说现在就要娶山山姑娘 又要出走 想气死我呀 就算我要娶你 也不妨碍我喜欢更多人吧 此时陈皮皮忽然出现 说后山内一众师兄早已为你这婚事炒得不可开交 化作两道阵线即将争锋相向 你却还在这里勿骂桑桑 没想宁缺却突然提出一个富有哲学深意的意义 那如果让你天天顿顿都是桑桑的面调 你会不会觉得腻 那天天喝白开水会不会觉得腻 此言一出气的陈皮皮当场发飙 你破镜的酸辣面片汤也是桑桑的 你的本命物 你的本命物是桑桑 他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他 你可别忘了 你们是怎么活过来的 陈皮皮一语落下 那陈中的回忆瞬间被唤醒 那风雪之夜时来的婴儿 十几年来的颠沛流离 那一朝一夕间的相处 两人关系早已不是那所谓的准复 当下心中一定 回城中找到了墨山山 山中对不起 我欠你墨山中 珍重 十三先生